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方托邦 每一个在中国上过学的人 学生时代可能都经历过三怕 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数人 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 我相信人人都能背出来一两句鲁迅的文章 2010年9月,一则鲁迅文章被移除教科书的新闻 引发了舆论海啸 编军刘毅在其微博上发帖声称 开学了各地教材大换写 他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语文教材的课文 其中鲁迅的药,阿Q正传,纪念刘和真君等多篇作品赫然在列 刘毅将这一事件戏称为鲁迅大撤退 我不知道大家对此事件抱有一个怎样的态度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把鲁迅的部分文章移出教科书也许是一件好事 毕竟不用再背那么多晦涩难懂的课文了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 绝大多数小学生和初中生是无法真正理解鲁迅文章的内涵的 当代著名作家于华就曾经说过 他小时候最讨厌的作家就是鲁迅 那是不是说鲁迅的文章放在当今社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呢 恰恰相反 当今社会的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再读一遍鲁迅 而每个成年人最大的悲哀可能就是突然读懂了鲁迅 1996年 一位导演想把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就找到了于华 想请他帮忙策划 并承诺将重金酬谢 当时于华虽然已经小有名气 但是常常囊中羞涩 于是就硬了下来 当晚他便重新拾起了那些 让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鲁迅的作品 第一篇读的是狂人日记 里面有一句话是 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读到这儿的时候 于华心里一惊 他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 只要一句话就让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了 很多没有天赋的作家 想让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 花了几万个字去写 笔下的人物还是很正常 那晚当读完孔一挤后 于华给导演打去了个电话说 不要糟蹋鲁迅了 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第二天于华就去书店 买来了鲁迅全集 那个夜晚对于于华而言 鲁迅从一个词汇变为了一个作家 金庸曾经说过 中国文人提到鲁迅时 通常称之为鲁迅先生 而不像对矛盾巴金 沈从文 老舍兵心等人那样直呼其名 可见鲁迅在文学界的特殊地位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建三郎 村上春树太宰志 都是鲁迅的粉丝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 詹明信 曾谴责西方学界无视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 是一种耻辱 鲁迅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会被各国大咖追捧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鲁迅其人 以及他的民族魂 鲁迅本名周树人 清光绪七年 公元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会计县的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 祖父周父亲曾任江西金西县之县 后来花钱捐了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 鲁迅的父亲名叫周伯仪 母亲名叫鲁锐 鲁锐出生于一个举人家庭 哥哥弟弟也全都是秀才 他从小便看过《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 还倡导过反禅族运动 算得上是当时少有的新时代女性了 鲁迅的父母婚后共生下了五个孩子 四男一女 但是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幸夭折了 只留下了周树人、周座人、周贱人三兄弟 周树人也就是鲁迅 算是长子了 童年时候的鲁迅最喜欢的就是绘本 后来家中的长辈送了他一本《二十四孝图》 这本书收录了24个关于孝道的故事 是封建社会的儿童必读绘本 但就是这本绘本 让鲁迅对旧社会的余孝产生了反感 我们先来看看绘本中的几个小故事 子鹿富米 讲的就是子鹿为了让父母吃到米 跑到百里之外去买 然后背回来 黄香膳枕 讲的就是黄香天热的时候 用膳子把床枕山凉 天冷的时候用身体把被入暖热 再让自己的父亲去睡 这些故事都还问题不大 但接下来的卧冰球礼就有点扯了 说的是对王翔很坏的继母生病了 想吃鲤鱼 但是天冷河水结冰了 王翔就赤身躺在冰上 冰突然之间就融化了 两条鲤鱼蹦了出来 最恐怖的要属郭俊埋儿了 说的是郭俊家本来很有钱 但老爸死后 把家产分给了两个弟弟 郭俊一分钱都没有得到 不过他依然非常孝顺 独自供养老母亲 这个老母亲又非常疼爱郭俊的儿子 自己舍不得吃饭也要把好吃的都留给孙子吃 郭俊觉得长此以往会影响母亲的身体健康 就跟妻子商量说 儿子死了还可以再生 老母亲没了就真的没法复活了 不如我们把儿子埋了 节省粮食来供养母亲吧 妻子欣然同意 有没有一种恐怖片的济世感 就在两人挖坑的时候 天降异象 坑里出现了一把黄金斧子 上面刻着字 天赐孝子郭俊 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于是郭俊夫妻就拿了黄金 回家孝顺了父母 又养活了孩儿 鲁迅的回忆性散文 《朝花夕时》中收录了一篇题为 《24孝》的散文 写得非常幽默 阴阳怪气地批判了 绘本中的很多经典故事 鲁迅说小时候 他也是立志想要做一个孝子的 可是读了绘本之后 才知道自己这是痴心妄想了 原来孝顺是这么难的 鲁迅说 我家乡的气候倒是温和 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 可即使孩子的体重再怎么小 踏上去也一定是花呲一声 冰魄落水 鲤鱼还来不及游过来 孩子的性命就堪忧了 还有郭俊的儿子 也实在是值得同情 他被抱在母亲的胳膊上 高高兴兴地笑着 他的父亲却在掘窟窿 想着要把他给埋了 我最初实在是 替这孩子捏了一把汗 带到掘出黄金斧 这才觉得轻松 然而我也已经不敢再想做孝子 并且害怕我的父亲去做孝子了 家警正在坏下去 常听到父母抽柴米 祖母又老了 唐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锅具 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吗 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觉得鲁迅不孝 但鲁迅批判的 其实只是虚伪肉麻的余孝 那是封建糟粕 鲁迅本人也是非常孝顺的 父亲去世后 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 甚至为了让母亲高兴 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女人痛苦一生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鲁迅在24校途中说 家警正在坏下去 这是因为1893年 鲁迅12岁时 周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鲁迅的父亲周伯仪屡事不地 到了33岁的时候 还是一名秀才 祖父周福清 很为儿子的前途担忧 心急之下就走起了旁门左道 贿赂了考官 不料事情败露 被革职下狱 判了斩监后 斩监后一年一审 皇上的朱笔落在哪个罪犯的名字上 哪个罪犯就要被拉去砍头 为了让周福清得以活命 周家每年都要花费大笔的资金 疏通官府 从此加到中落 周福清被关了八年 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 才得以释放 或不担心五病案事发之后的第二年 鲁迅的父亲也患上了重病 13岁的鲁迅 只能每天穿梭于当铺和药铺之间 这段经历被鲁迅写在了散文父亲的病里 根据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所说 父亲得的是肺结核 但是当今不少医学家认为 根据鲁迅所描述的症状 他父亲得的应该是肝硬化腹水 不过不管怎么样 鲁迅的父亲于1896年去世 从此鲁迅这一房在周家失去了依靠 1898年 17岁的鲁迅离开了从小就读的私塾三位书屋 来到了南京 入读江南水师学堂 这是一所在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军事学校 专门培养海军人才 不过学洋务在当时是深受歧视的 就连一向开明的鲁迅的母亲 听到儿子要去学洋务 也是嚎啕大哭 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只待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转入了同在南京的矿物铁路学堂 这所学校主要教授的课程是矿物采煤 这让鲁迅感到非常的新鲜 在校三年期间 鲁迅学习了矿学 地质学 测算学 测图学等课程 还掌握了德语 并自学了化学卫生论等西方医学知识 1902年1月 鲁迅以第三名的成绩 从矿物铁路学堂毕业 获得了金制奖章 还拿到了公派赴日留学的名额 1902年2月 鲁迅飘洋过海 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1902年4月 鲁迅和一群中国学生 进入了东京的鸿文学院 学习日语和基础科目 同时在东京积极参与浙江同乡会的 革命救国活动 1903年 鲁迅在东京剪掉了辫子 以示对清政府的抗争 并拍照留念明智 1904年 鲁迅从鸿文学院毕了业 按照清政府的指令 鲁迅的升学方向 本来应该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采矿冶金系 但鲁迅却选择了气矿学医 一方面父亲的去世 一直是鲁迅心中的结 他想学成回国之后 就治像父亲那样被耽误的病人 另一方面 鲁迅对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 感到深深的失望 鲁迅留学日本的时候 日本的国力正在逐渐强盛 独霸东亚的野心也逐渐膨胶 中国留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 很多留学生又偏偏那样不争气 鲁迅看到有的学生 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 尘土飞扬地学跳舞 有的不遵守客店里排队洗澡的规矩 抢先钻进洗澡间 把水溅得四处都是 一面是日本人轻蔑的眼光 一面是同胞不争气的丑态 鲁迅忍不住感叹说 一个人扁到了自己打自己嘴巴 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1904年9月 鲁迅离开东京 来到了地处日本东北部的偏僻小城仙台 入读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这所学校是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前身 鲁迅是这所学校的首位中国留学生 不仅免学费 学校还帮忙安排了住处 在这里鲁迅遇到了恩师藤野先生 鲁迅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 是这样描述这位恩师的 一个黑兽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 夹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用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 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做藤野研究郎的 藤野先生当时教授的是解剖课 他对班上唯一的留学生鲁迅非常照顾 甚至会将鲁迅抄录的课堂笔记 收过去做了详细的批注 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曲 他收下了 第二三天便还我 并说道 此后每一个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 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 都又红笔天改过了 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 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丁正 鲁迅在仙台求学的日子并不好过 每天的饭食是难以下咽的玉耿汤 还要忍受周围日本同学的白眼 藤野先生后来写了一篇题为 锦衣周术人均的文章 文中说 那时社会上有很多日本人 把中国人骂为书辫子和尚 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也有这么一伙人 以白眼看待周军 把他当成一己 学习方面 鲁迅泽自谦的说道 我那时太不用功 有时也很任性 同学一百余人之中 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地 而这一句没有落地背后包含了多少心酸苦楚 可能只有鲁迅知道了 藤野先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说道 周军上课时非常认真的记笔记 可是从他入学时 还不能充分的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 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在仙台 因为只有周军一个中国人 想必他一定很寂寞 可周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 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那一时期藤野先生对鲁迅的种种照顾 就有如一道光 照亮了在异国他乡 备受冷落的鲁迅的世界 1906年的一天 仙台一专的一堂微生物课的课余时间 老师照例放了些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 给学生们看 当时正值日俄战争 关于战争的画片就比较多 鲁迅突然在画片上看到了许多中国人的脸庞 一个被捆在中间 其他人站在周围 被捆着的那个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 给俄国人做了侦探 被日军捕获了 日军要将他枪毙示众 而周围围观的是一群身体健壮 神情麻木的同胞 课堂上看幻灯片的还有一个鲁迅 班上的日本同学们在欢呼鼓掌大喊万岁 这一声在鲁迅听来特别的刺耳 他对当时在东京学习的挚友许寿常说道 我绝技要学文艺了 中国的呆子坏呆子 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吗 这就是让鲁迅七一从文的著名的幻灯片事件 在大喊自序中 他还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从那一回幻灯片放映以后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 鲁迅要投身去关注的是中国人的精神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都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要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 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文艺运动了 1906年3月 大二的鲁迅办理了退学 不久后接到了母亲发来的母病速规的电报 鲁迅匆匆回国探望 不料一进门 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 1906年农历6月初六的周家大院张灯结彩 回国后的鲁迅发现母亲并非生病 先是松了一口气 可定睛在一看 家里装扮喜庆 房屋已经重新修缮过了 家具全新 这才反映过来 母亲的那份电报原来是骗他回来结婚的 鲁迅几乎是被按着戴上了红鹰大帽 帽子下面还压了一条假辫子 女方名叫朱安 有着三寸金莲小脚 成亲这天却特意穿了大一号的鞋子 假装是大脚 花轿进门 脚帘掀起 新娘朱安下轿的一瞬间 鞋子掉落 朱安的一生仿佛也随之坠落了 朱安比鲁迅大两岁 出生于绍兴府山音县丁家弄的朱家台门 和周家一样 朱家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 祖上曾经在扬州府做过官 收养了后来的著名作家朱自清的曾祖父于子晴 于是子嗣自此改姓朱 这么算来 朱安也算是朱自清的远房姑母了 周朱两家缔结婚约的时间大约是1899年 那时鲁迅刚去南京读书 鲁迅的母亲鲁锐丧夫不久 小儿子又夭折了 朱家的一位少奶奶和鲁锐走得很近 经常约鲁锐看戏打麻将 给了他不少安慰 正是在这段时间 鲁锐为儿子相中了丁家弄朱家台门的安姑娘 朱安生的远算不上天生丽质 不过鲁迅也不是在乎外表的人 真正让鲁迅感到抵触的是朱安的内在 虽生在大户人家 但朱安目不时钉 从小被长辈灌输最多的就是女儿经 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 烧茶汤敬双亲秦淑洗爱干净 学针线莫揽身父母骂莫作声 朱安五岁的时候 族中妇女就开始为他缠足了 为的是他将来能嫁一户好人家 却没有想到有一天 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常年在外学习 接触了那么多新思想的鲁迅 和朱安没有半点共同语言 裹小脚不时字包办婚姻 这一切都是鲁迅所厌恶的 1903年夏天 鲁迅也曾经回国探亲 但拒绝完婚 后来又从日本寄信回来 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嫁他人 母亲鲁瑞却说 这门婚事原本就是他求亲求来的 不能退聘 毁婚的话 对朱家周家两家的名誉都不好 鲁迅也知道 按照旧习俗 定了亲的女子 如果被夫家退婚的话 这辈子都会被笑话的 根本不可能再有人要 作为让步 鲁迅又提出 希望朱安放足进学堂 这是为了缩短他们之间的思想差距 可是这一要求被保守的朱家给拒绝了 1906年朱安已经28岁了 绍兴一向有养女不过26的规矩 鲁迅只能将儿子骗了回来 而对于朱安而言 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 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 他苦等了7年 鲁迅对这桩婚事的态度 朱安不可能不知道 但从小接受的女德教育 让他从订婚的那一刻起 就下了决心 生是周家的人 死是周家的鬼 根据周家的佣工王赫赵回忆 大婚后第二天 鲁迅就住进了书房 四五天后返回了日本 这次还带上了同样取得 公派留学资格的弟弟周作人 朱安又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其实鲁迅能够答应这桩婚事 自始至终都是出于 对母亲的孝敬和尊重 对外他从来不愿谈及这段婚姻 只对好友许寿常说过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 我只能好好的供养她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返回日本后 鲁迅先去了仙台 把学籍从仙台一专 转到了东京独一与学会下属的德语学校 去东京前 鲁迅向腾野先生辞了行 告诉他自己不学医了 并且会离开仙台 鲁迅看着腾野先生 与自己告别时的哀伤神情 只能骗他说 自己是去学生物学的 所以从腾野先生那里学来的知识 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腾野先生叹息说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 在生物学上并没有用武之地 临别时腾野先生送给鲁迅一张自己的照片 背面写着西别二字 鲁迅当时并没有合适的照片回赠 说日后照了会重新寄给腾野先生的 还说会实时写信 告知先生自己的状况 然而鲁迅这一走 照片没记 信也不见一封 对此鲁迅自己的解释是 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 又因为状况也无聊 说起来无非令他失望 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鲁迅所说的状况无聊 其实就是状况很糟 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后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 好友许寿常 袁文锁 苏曼书等人花了极大的精力 尝试创办文艺杂志新生 欲借此鼓吹新文学革命 可离印制之前 杂志的出资人突然不见了 原本联系好的 答应写稿的几个作者 也联系不上了 就这样几个人 长时间的努力化为泡影 那些年奋清周树人 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四处碰壁 1909年8月 旅日7年的鲁迅 决定从东京回国 关于回国的原因 后来鲁迅透露说 因为弟弟周作人 娶了日本女子 宇泰信子 在日本成了家 并且还想要继续深造 鲁迅需要回国谋职 为弟弟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回国后 恩师藤野先生的照片 一直被鲁迅挂在书房的墙壁上 每当夜晚疲倦时 仰面在灯光中 瞥见先生黑瘦的面貌 鲁迅顿时就觉得 勇气又增加了 后来鲁迅成了大文豪 他再也不怕自己的状况 会让藤野先生失望了 于是开始四处打听 藤野先生的下落 20世纪30年代 日本学生曾田社来上海留学 研究中国文学 拜了鲁迅为师 鲁迅教学生一向用心 对这个留学生更是格外的照顾 一如恩师藤野先生当年的风范 1934年 曾田社和另一位日本诗人 佐藤春夫 想要翻译一些鲁迅的文章 在日本出版一本文集 鲁迅说 文章你们随便选就是了 只是有一篇 藤野先生一定要包含在内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 找到藤野先生 根据曾田社回忆 有一次鲁迅拿着藤野先生的照片给他看 说着不知道老师现在状况如何 大概可能已经去世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 能找到他的子女也好 1936年末 曾田社终于通过鲁迅的日本同学 小林茂雄找到了藤野先生 他依然健在 并且在家乡福井县本庄村的一家诊所 为村民治病 但此时鲁迅刚过世不久 其实一年前的1935年 鲁迅和藤野先生是有机会见上一面的 那时鲁迅选集刚在日本出版 藤野先生的儿子 藤野恒迷在读高中 有一天老师把藤野恒迷叫了过去 交给他一本书 说道 这本新出的书是中国大文学家 鲁迅先生的散文集 里面有一篇写的人叫藤野严九郎 和你父亲的名字一样 你拿回去问问你父亲是不是他 那一天61岁的藤野先生 读到了鲁迅所写的那篇题 为藤野先生的散文 文集的首页上印有鲁迅的照片 藤野先生拿着放大镜看了好久 和尚书说道 真是周军啊 藤野先生告诉儿子 写的是我 但是你不要和别人说 他这样交代儿子其实是有原因的 1915年 仙台一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 那时大学风气重阳媚外 藤野先生因为没有留学经历 而失业 后来他尝试去别的学校 谋求教授职务 但都被拒绝了 无奈之下 只能进修了临床外科 回到家乡 在一家小诊所里给人看诊 但鄙视的鲁迅 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了 藤野先生审视自己当前的处境 觉得自己在以师长的身份 去见鲁迅着实不合适 说白了就是有些自卑 后来藤野先生从报纸上 得知了鲁迅的死讯 看着报纸上刊登的鲁迅的照片 藤野先生把报纸举过头顶 拜了几拜 直到1936年底 小林茂雄找到了藤野先生 他这才知道 原来鲁迅不止把他写进了散文里 还把他的照片挂在了书房 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他 1937年 藤野先生写下了 《锦艺周树人均》一文 文中说 听说周军直到逝世前 都想知道我的消息 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军联系上的话 周军该有多么欢喜啊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 真是遗憾 扯得有些远了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11年 看看鲁迅是如何在文坛崛起的 回国后 鲁迅起初在浙江两极示范学堂教书 1911年10月 辛亥革命爆发 几个月后 1912年1月1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从德国留学归来的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 出任了中华民国教育部首任总长 鲁迅在好友许寿长的推荐下 前往南京教育部任职 那时候在蔡元培大刀阔斧的改革下 新成立不久的教育部 一改封建衙门的陋席 气象为之一新 鲁迅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在南京教育部 觉得中国的将来很有希望 只可惜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了 为彻底推翻封建腐朽的清政府 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 只要袁世凯能让清朝皇帝退位 并宣布共和 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 孙中山就愿意把大总统之位 让给袁世凯 1912年2月12日 清帝宣布退位址 当晚南京总统府 就收到了袁世凯发来的电报 孙中山信守承诺 次日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了辞职 但是袁世凯却不愿意离开北京 3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4月2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迁都北京 5月鲁迅与许寿长共赴北京 鲁迅上任教育部签示 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此后鲁迅做了14年的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公务员 既为降职也为升职 不过工资提了两次 每个月能拿到360块大洋 这着实是比不菲的薪水 但鲁迅本人却日渐对北洋政府感到失望 1915年袁世凯复辟想当皇帝 1916年夏天 袁世凯称帝未遂就死了 其后的民国北洋政府 一字并肩排着六位大总统 他们全是原清朝官员 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虽然被推翻了 但新政府依然不能给人民带来希望 因为领导班子还是旧人 他们个个都想说一不二 人人都想当土皇帝 1918年鲁迅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 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日记题小说狂人日记 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的新纪元 在此之前大家写文章所用的都是文言文 知乎者也是必不可少 然而当时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是不识字的 更不要提去理解文言文的内容和含义了 想要对普罗大众进行思想启蒙 就必须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 这就是李大钊 陈独秀 鲁迅 胡适 钱玄彤 刘半农等人 极力推行白话文的用意 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时 首次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鲁来自母亲的姓 迅代表迅行 鲁迅则有鱼而迅行之意 他认为做学问干事情 没有天赋不要紧 只要更加勤勉 有朝一日一定能够收获成效 鲁迅在《狂人日记》的开端 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序 简明额要地交代了故事的起因 说有一对兄弟是笔者的中学同学 多年以来没有联系 前段时间听闻其中一个生了大病 笔者正好回乡 就顺道探望他们 到了才知道病的是弟弟 哥哥说弟弟得的是类似迫害狂之类的精神疾病 不过现在已经痊愈了 还去某地当了官 先把弟弟发狂时期的日记拿出来 供医学家们研究 一个白话文的小说 为什么要配一个文言文的序呢 鲁迅这里其实用意极深 他创造了一个二元对立的 充满张力与撕裂感的世界 文言文代表的是 现实中的黑暗的吃人的世界 白话文则代表的是 已经觉醒了的狂人的精神世界 第一天日记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 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 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 然而需十分小心 不然那赵家的狗 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鲁迅为什么要在正文的开头写月光呢 那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世界中 月亮代表的是邪恶和发疯 类似于吸血鬼 见到月光会变得更加强大的故事设定 这也就是狂人看了一眼月亮就发了疯的原因 而在东方文化中 月亮代表着悟道和清醒 这也是为什么狂人说 他已经三十年没有见到月亮了 前三十多年全是发昏 今晚月光很好 他彻底清醒了 狂人日记中最广为人知的片段 出现在第三篇日记中 凡是总需研究才会明白 古来时常吃人 我也还记得 可是不甚清楚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 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这满本写的都是两个字 吃人 狂人日记全文约4700字 其中有28次提到了吃人 有7次提到了吃我 吃人在这里 其实是有两重含义的 一是物理层面的 统治阶级对底层百姓的压迫 让底层百姓的生活饱受苦难 二是封建礼教 束缚麻木了人们的思想 统治者压迫百姓固然有错 可百姓心甘情愿被压迫 做了奴才还要维护主子 这更是荒谬 狂人说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这里代表着鲁迅 对彼时社会的看法 在他眼中 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 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步的 不过是一种可怕的回旋 眼下的一切也让人灰心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取 所谓革命 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丢掉的不过是一条辫子 所谓中国觉醒 眼下愚昧民众的略根性 始终无法被剔除 小说中狂人的结局 则向我们展示了更大的悲哀 序言里鲁迅说 狂人痊愈了 去某地当官了 狂人是这个撕裂的世界中 唯一觉醒的人 倘若狂人没有被治愈 麻木的群众 还有可能被狂人唤醒 倘若狂人没有被治愈 民族的希望 还有可能被狂人照亮 然而狂人却向现实妥协了 我个人认为 《狂人日记》是鲁迅人生中的 一个分水岭 在此之前 他只是一个心灰意冷的 教育部小公务员 在此之后 他迈出了走向伟大革命者的步伐 此后 他又写出了孔一己 要 阿Q正传等不朽名篇 众所周知 鲁迅是很会骂人的 他批判国民的略根性 也是毫不留情 鲁迅有一句名言是 勇者愤怒 抽认向更强者 怯者愤怒 却抽认向更弱者 在鲁迅的很多小说中 反抗精神 都是一个隐藏的暗性 不管是祥林嫂 还是孔一己 鲁迅在他们身上 都寄托了一种希望 一种向死而生的希望 鲁迅还说 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缺点旨在有些人暗于自欺 由此并想欺人 比如病人患有腹肿 而会记记忆 但愿别人糊涂 误认为他肥胖 说白了就是 骂国人善于自欺欺人 鲁迅还在药医文中 生动刻画了 中国人幸灾乐祸的 看客心理 景象伸得很长 仿佛许多鸭 被无形的手 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 三一八惨案爆发后 鲁迅在纪念刘和真军中 悲痛地写道 我向来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 来推测中国人的 然而我还不料 也不信 竟会下掠凶残到这地步 我懂得衰亡民族 之所以莫无生息的缘由了 沉默啊沉默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同样是骂人 为什么有些人身败名裂 而鲁迅却名垂千古呢 我想最本质的原因 是他内心是深深爱着这个国家的 面对丧尽天良的压迫者 他横眉冷对千夫指 面对身陷苦难的百姓 他俯首甘为乳子牛 虽然处境绝望 但他依然想在这个 吃人的社会中寻找一丝希望 对他才会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处 声嘶力竭地呐喊着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或者还有舅舅孩子 对他在故乡的最后写道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的 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1919年11月 鲁迅周作人周建仁三兄弟 卖掉了绍兴老宅 合力购置了北京西城 八道湾11号三进的四合院 全家搬迁至北京 1923年7月 周作人写信与鲁迅绝交 次年鲁迅携母亲朱安 从八道湾四合院搬出 迁至砖塔胡同61号院居住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 以及周作人之后是怎么沦为文化汉奸的 时间关系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还是老规矩 我们在会员视频里聊 1923年10月 鲁迅受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 一名叫做徐广平的女学生 每次上课都坐在第一排 神情专注的凝视者鲁迅 但鲁迅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他 1924年4月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简称女师大 新上任的校长杨印渝 由于极力维护封建礼教 而引起许多进步师生的不满 1924年11月 女师大爆发了趋洋运动 后来演变为了女师大风潮 学生自知会主席刘和珍 是这次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徐广平是骨干成员之一 他们带领女师大学生 向封建礼教北洋军阀宣战 1925年3月11日 徐广平鼓起勇气 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请教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 鲁迅很快就回了信 在信中他称徐广平为广平兄 用词诚恳没有一丝傲慢 随着通信次数的增加 两人逐渐变得亲密起来 后来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 刘和珍徐广平等人被学校开除 校长杨应渝还打算派军警 押送他们回乡 在旧社会女学生 如果被军警押送回乡的话 将来在家乡是很难再生存下去的 无奈之下几名学生骨干 都躲到了北京亲戚家中 可是徐广平举目无亲 关键时刻鲁迅站了出来 让徐广平到自己家中避难 那段时间 徐广平对鲁迅的崇拜化作了爱慕 而鲁迅又怎会看不出这位小姑娘心中的情愫呢 但彼时鲁迅已经44岁了 徐广平只有27岁 鲁迅家中还有一位目不失丁的发妻 鲁迅不能休了朱安 因为休了她就相当于断了她的生路 可不休妻 在外人眼中徐广平的身份就是妾 这对徐广平又不公平 所以面对徐广平炙热的告白 鲁迅只能说着我不配 然而徐广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瞬间让鲁迅缴械投降 他说道 神未必这样想 这是英国诗人伯朗宁一首诗的题目 鲁迅曾经在女诗大的课堂上讲过这首诗 诗中描述了一个年轻女子爱上了一个年长男子 而男子却因礼教和年龄差距选择把女子推开 后来他们各自找到了别的伴侣 却过着没有爱的生活 导致了四个人的悲剧 用鲁迅曾经讲过的诗歌来回应鲁迅 这让鲁迅哑口无言 1925年11月 鲁迅和徐广平确立了恋人关系 1926年3月 318惨案爆发 刘和珍被残忍杀害 4月鲁迅坐死地 纪念刘和珍军等文章 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到追捕 1926年8月 鲁迅和徐广平同乘火车 双双离开了北京 不过鲁迅的目的地是厦门 而徐广平的目的地是广州 鲁迅在厦门大学 担任了四个月的文科教授 随后于1927年1月 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此后开始了与徐广平的同居生活 另一边 朱安还在北京苦守着这段 无碍无幸的婚姻 不久后 鲁迅在信中告知母亲和朱安 他与徐广平同居的消息 虽不在意料之外 但朱安还是难免伤心 他对人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 我想好好的服侍他 一切顺着他将来准会好的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 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 爬得虽慢 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 我没有力气爬了 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看来我这一辈子 只好服侍娘娘一人了 万一娘娘归了西天 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 我以后的生活 他是会管的 只可惜谁都没有想到 这一大家子人里 鲁迅竟然是那个最先走的 1927年4月15日 广州发生了四一五事变 同年10月 鲁迅和徐广平离开广州 搬至上海 1929年 他们的儿子周海英出生了 1936年10月19日 在与徐广平相伴10年后 鲁迅与上海刻然尝试 死因是肺结合 10月22日出殡那天 成千上万的人 从城市的不同角落 汇入了庄严肃穆的万国殡仪馆 大家自发为鲁迅送行 人群中出现了宋庆龄 蔡元培 沈君如 叶盛桃 胡玉芝等身影 为鲁迅抬官的是 黄元 巴金 黎列文 胡锋等16人 鲁迅的灵鹅上覆盖着一面旗帜 上面写着沈君如 钦蹄的民族魂三个大字 众所周知 鲁迅在逝世前不朽 曾经写过一篇题目为死的杂文 里面有一段遗嘱 如今独来 仍然不尽让人落泪 一 不得因为丧事 收收任何人的一文钱 但老朋友的不在此利 二 赶快收敛 买掉 拉倒 三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 忘记我 管自己生活 躺步 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 孩子长大 躺无才能 可寻点小事过活 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 或美术家 六 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 不可当真 七 损着别人的牙眼 却反对抱负 主张宽容的人 万物和他接近 文中 鲁迅还说 我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 往往有一种仪式 是请别人宽恕 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我的怨敌可谓多疑 躺是有心事的人 问起我来 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 决定的是 让他们怨恨去 我一个都不宽恕 这就是鲁迅 一生以笔为刃 以墨为风 到死都不低头 不愿丧事铺装 更不愿意宽恕宿敌 整份遗嘱 没有一个字提到遗产 全都是教我们如何做人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拜拜